十幾名男子雙手插腰 手上腳上都是刺青 硬是闖入人家的菜園大肆破壞 還對地主大聲咆哮 強收高利貸欠款 被警方逮住還口腔惡言 態度囂張 一看到鏡頭就不斷叫囂 綽號保董的60歲林姓角頭 帶領暴力討債集團 長達6年時間 在宜蘭 南投 台中等地橫行 被害人還不出錢 菜園裡的水管被硬生生切斷 地上的高麗菜被切掉一大半 嫌犯甚至還在高麗菜上潑漆 菜農損失慘重 好不容易熟成的菜 幾乎全毀 根本賣不出去 警方巡線逮人 當場起出一把空氣槍和子彈 調查發現林姓角頭涉嫌向地主 強放高利貸 對方還不出錢 就教唆小弟以棍棒毆打 或者亮出開山刀來威脅 強逼被害人簽約 讓渡名下土地 至今已經有5到6人受害 再看看被害人辛苦栽種的菜園 滿山坡的高麗菜 因為被斷水幾乎全毀了 幫派分子當初假好心借錢周轉 沒想到事後卻成了毀菜惡霸 讓菜農苦不堪言 記者林醫生 楊文欣 宜蘭報導 基好 拓卓瓶 貓 體 小